面对高龄化社会 许多角落都有独老需要管他协助 有鉴于此 华山基金会也默默做了许多服务 而日前驻三天指战 也吸手多位三星人士协助于一位 独老改善居家环境 葬姓阿公他是独居多年 然后本身是中低收入户 那今天特别就是帮阿公安排了 就是请居的更换 因为请居他已经睡了将近30年了 那就是经过阿公的同意也帮他做更换 那阿公在三年内 这个期间呢他都没有热水炉可以使用 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厨房烧热水 然后再端到浴室做沐浴 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十分危险 那得志之后呢 我们也目击大众的爱心 来帮阿公做一个更换这样子 在西塞这边他病来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我们也请特别请义工 来帮他们做一个防水处理 跟重新做粉刷 希望给阿公一个新的家 一个舒适的家 此次协助独老改善居家环境 不仅换进床垫热水器 更做了墙面粉刷 华山基金会感谢 上线人士的付出 也要请更多人 能与华山一起来关怀照顾独老 华山基金会一直以来 就是在我们南投县各乡镇 来服务这些独局的长辈 那我们透过我们很荣幸 我们获得各界很多支持 所以像这一次阿伯的这个房子的修缮 很多我们的义工好朋友听到之后 他就一起来帮我们加入了这个活动 那也特别感谢新光人寿 主餐通讯处这边也来支援我们人力 能够在我们很短的时间 帮阿伯把这个事情能够处理好 现在的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的志工人力需求越来越多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能够跟华山一起来照顾我们的长辈 先远有好对华山基金会 为社会公益的投入也相当欠佩 希望能与社会大众一起 协助协会做更多服务 他在这里再次肯定华山基金会 站长跟许多的志工 他在今天的一个很热心的帮忙 那我们为要为他们给一个赞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默默在付出的 华山基金会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肯定 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 还有那么好的基金会 跟一群志工伙伴还在帮助大家 还也希望未来许多的朋友 还知道的话也能够一起来 帮助华山基金会的各种活动 还让他们能够在照顾地方的老人 独居老人或是长辈的时候 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跟资源能够汇聚 还让华山基金会也有充足的能量 还来帮助他每个需要的角落 议长和胜丰肯定华山基金会 与善行人士们的爱心 更希望这样的善行能被更多人所看见 并能效法一同进一份行李 协助关好有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答